这座红色商业的男骑士在禁止临停的曹花线上准备要左转 被后方执行取缔酒驾勤务的远景发现 才正准备要上前拦查 对方居然就加速逃逸 远景也赶紧摧右门小心翼翼地跟在后方 沿途不断地开机警民要求前方机车配合停车 但男子依旧加速逃逸 最后来到一个窄巷居然就跳车逆向拔腿狂奔 机车滑行过程还冲撞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汽车 远景立即追上去 20公尺就被压制在地 经查证明越南籍男子一年多前 透过观光名义来台 没想到签证过期后继续非法拘留 才会一发现有远景靠近就心虚落跑 索性这回追悉过程 只有一辆无辜自小客车遭到波及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讯后依法家男子送往移民署专情队